罗云熙白露主演的仙侠古装剧《长月记名》为优酷制作的S加古装剧 开播以来创下超高热度,但豆瓣却近5.6分 腾讯、优酷等平台会将电视剧分为S加、S、A或B的评级 评选条件大多是看主演的咖位或是IP大小 若是双流量主演就绝对是最顶级的S加 但顶级古装剧却不一定开出好口碑 最近也有网友热议那些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加古装剧 杨子、陈香如蟹5.9分 迪丽热巴与君初相识5.7分 杨幂、胡珠夫人仅4.8分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加古装剧1 《长月记名》豆瓣评分5.6 仙侠古装剧《长月记名》是优酷制播的S加古装剧 该剧几乎罢评了整个4月 罗云熙、白露、陈杜玲等人天天轮番霸占热搜 在中国优酷站开播仅29个小时 热度就破1万 创下优酷记录 而《长月记名》也是4月的网播量第一名 热度第一名 几位主演也霸占各个角色指数榜人气火爆 但《长月记名》剧评表现就相当两极 豆瓣开分6.2 而现在已经掉到5.6了 这部剧爱的人很爱 讨厌的人则很讨厌 喜欢的人觉得《长月记名》剧情节奏快 好懂甜虐交织 爽感虐感都有 不喜欢的人则是觉得剧集质感差 主角人设有瑕疵 让人无法共情男女主角 反而同情起配角 网评十分两极 但热度确实高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2 陈香如蟹 陈香重华 豆瓣评分5.9 去年暑期党爱奇艺祭出苍蓝诀 腾讯祭出星汉灿烂 而优酷祭出杨子和陈毅的陈香如蟹 原本因着杨子和陈毅 陈香如蟹拥有超高期待 但因为寡淡的剧情导致越播越下沉 豆瓣评分也仅5.9分 陈香如蟹虽然因着杨子和陈毅的高人气 始终保有高热度 但整体追下来就是很典型的古偶 套路式的情节和千片一律的角色设定 幸好靠着主演演技撑起剧情 否则很难吸引剧迷 后续陈香如蟹也一直被拿来 与同为仙侠题材的苍蓝绝对比 一样都是套路式的国偶设定 但陈香如蟹的剧情设计 明显不如苍蓝诀那样高堂快进 男女主角的CP感也比不上 后期就是靠着两位流量演员撑着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巨三 与君出相时恰似固人归 豆瓣评分5.7 迪丽热巴和任嘉伦主演的《御交际》系列 分与君出相时和恰似固人归上下两部 上线后花了27天 在战内冲破1万热度值 是2022年优酷第一热度破万的剧集 《御交际》改编自《九路飞香》的小说IP 迪丽热巴、任嘉伦的搭配 让不少观众开播前就期待直拉满 因着两位流量演员 该剧的热度也始终很高 但《御交际》系列在豆瓣也仅有5.7分 该剧有不少缺点被吐槽 比如特效不够精致 娇人造型不够好看 剧情节奏慢 迪丽热巴和任嘉伦的CP感也被说不够强 不过男女主角的人设很蛮圈粉的 上部是女A男欧 任嘉伦饰演的娇人长翼呆萌单纯 迪丽热巴饰演的御灵师纪云和温柔倔强 下部长翼黑化变成男A女欧 球进play和各种虐心的设定通通来 任嘉伦和迪丽热巴演技也都在线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4 且是天下 豆瓣评分5.7 如果说今年评价最两集的古装剧是长阅记名 那么去年就是且是天下了 且是天下由杨阳和赵露丝主演 两位流量的搭档期待值很高 但豆瓣评分只有5.7 且是天下从开播以来争议不断 魔改剧情完全失去原著小说的精髓 主角降致 人设弱化 没有引人入胜的双强事业线 又牵扯出疑似抄袭和疑似虐马的负面新闻 许多网友都心疼杨阳 说他一己之力带飞且是天下 许多人追剧都是冲着杨阳的好口碑和盛世美颜 赵露丝在且是天下的演技负评居多 大家都觉得他的形象称不起霸气侠女角色 再加上表情演绎不到位 好几段都被吐槽上热搜 观众无法带入角色 反观赵露丝在去年暑期党 新汉灿烂饰演的《成少商一角》 人设就更适合他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舞 尤斐斐斐斐斐斐斐5.6 赵丽颖和王一博主演的尤斐 算是《长歌行》《胡珠夫人》《千古绝尘》 这几部同期制作的S家古装剧中 播得算不错的一部了 这部剧双顶刘佩志加上大IP改编 在上档前就炒足热度 可以说是几部S家古装剧 关注度最大的一部 但剧评表现却不是很好 豆瓣仅5.6分 尤斐上档初期还被吹捧是小说神还原 但还原的似乎只有两位主角 其他故事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 后半剧情无聊透顶 武侠斗争不够就撒糖 撒糖又撒不到位 不少人最后都弃剧 重点是赵丽颖和王一博也没什么CP感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百搭体质 而且还非常旺夫 基本上和他合作的各种类型男星 都能产生化学反应 不过这效应似乎没有体现到王一博身上 两人低CP感成为有匪一大败笔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6 千古绝尘豆瓣评分5.3 徐凯和周东宇主演的古装剧千古绝尘 是S家重磅剧 被腾讯安排在2021暑期黄金档上线 可见腾讯有多看重这部剧 毕竟是影后周东宇首部古装剧 所以制作都是最顶级 然而徐凯和周东宇的配置 没能救起千古绝尘 该剧在豆瓣评分仅5.3 几乎全是吐槽声浪 千古绝尘改编自小说上古 讲述真神上古与白绝几经生死 宿命轮回的爱情 整体剧情主线遵循原著小说 没有魔改 其中争议最大的是周东宇的选角 不止古装扮相被疯狂吐槽 角色诠释也不到位 他称不起这个大女主 这是周东宇首部古装电视剧 他好像还是比较适合演文艺电影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7 锦心思域斗瓣评分5.6 钟翰良和谭松运主演的古装剧 锦心思域很厉害 他首播上线仅17小时 在中国腾讯站内累积的网播量就冲破亿 并在首周7日之内就破10亿大关 数据相当好 为腾讯2021年度网播量总榜的top10剧集之一 锦心思域改编自芝芝小说 庶女攻略 故事有点像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都是小小庶女逆袭的大女主剧 但小说和剧版的调性不太一样 小说的宅斗朝堂斗争占了很重的比例 没有像剧版那么马力苏 比较可惜的是 后半段女主角被批评人设有点崩 不懂自救 只等男主出来就不动脑 随随便便就被人陷害 完全没有刚开始那种智慧的感觉 该剧豆瓣评分5.6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剧8 胡珠夫人豆瓣评分4.8 胡珠夫人因为有号称收视女王的杨幂 上档前就备受期待 有杨幂主演话题热度绝对不会少 胡珠夫人播出期间也频频登上热搜 虽然没有达到杨幂过去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古剑奇谈那样的爆火程度 但热度依旧高 不过胡珠夫人聚评不是很好 豆瓣评分才4.8 其实胡珠夫人拍得蛮有质感的 首播特效就被夸上热搜 打戏也拍得很帅 三对CP感情线的话题度都颇高 全谋斗争情节有亮点 不拘泥于情情爱爱 许多网友都觉得评分有点低 胡珠夫人质量其实是过关的 高热度但低评分的S家古装巨九 燕云台豆瓣评分4.4 唐燕产后复出的首作 燕云台也被腾讯评为S家等级 开部出区也拥有高热度 可惜唐燕再也发挥不出 早期在古装巨界的魅力 燕云台一上档 唐燕女主人设就成为热门话题 过度傻白甜的角色设定 让人看不下去 虽然最后蜕变成霸气太后 但唐燕没有演出大女主的气度与魅力 燕云台除了角色设定不出圈之外 五颜六色的浮化道也被嫌弃 剧情没有新意 就是女主错过男主 男主用一生成就女主的霸业 老套的故事大家看得很腻 豆瓣评分仅4.4分 对于上面这九部低评分 但高热度的S家大制作剧集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评论哦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